我是永远美丽的夜店女王 黑夜是我的人生 舞池是我的伸展台 在这里没有人比我更加耀眼 虽然胃不好不能喝多 可是今年桃花处处躲躲开 不行不行不行 要矜持矜持 那么校署的朋友呢 今年其实是属于运气相当不错的一个生效 因为今年有太阳星代表男性贵人 再加上有闲石桃花 代表人缘相当的不错的 但是今年校署的朋友 也要特别注意感情方面的问题 因为今年特别容易 惹上第三者的问题的出现 而闹到琴海翻波的 那么建议校署的朋友 今年来讲的话 就要特别的谨慎用钱 因为今年特别喜欢花费 那么可以考虑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北方的位置 放这个文昌塔 或者是这个文房寺宝 就可以帮助集中你的意念